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伟大的数字 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数字 在黄马 过去的7号都取得了无数成就 劳尔与C罗都在身披黄马7号的时间里荣誉满载 而如今C罗离开黄马 留下的7号球衣也有了新的主人 马里亚诺宣布回归黄马之后第一时间就选择了的7号球衣 上个赛季赞里昂 马里亚诺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与费基尔 德佩组成的前场三叉戟所向披靡 一年以前离开黄马的马里亚诺还是卡斯蒂亚的一名小妖 尽管在青年队进球无数 但是一线队始终没有他的位置 如今回到黄马 C罗的离去和更擅长使用年轻人的洛佩特吉让马里亚诺看到了曙光 所以身披7号战袍的他新赛季会更加值得期待 2013年贝尔加盟黄马之后 BBC组合就宣告成型 三个人在前场的串联和进球也让黄马达到了队势最巅峰的时期 随着C罗的离去 BBC也宣告解体 为了寻找C罗的接班人 黄马早早就敲定了巴西天才维尼修斯 但是小将的经验和能力不足以接班C罗 马里亚诺的加盟 如果说出7就让他达到C罗的高度是不太现实的 不过马里亚诺的球风并不华丽但却很实用 强点 突破 拿球盒 射门 多米尼家人都不在话下 而本泽马与贝尔的实力无需多言 黄马新赛季重新塑造的三叉戟组合以除剑除形 过去5年四夺欧冠的黄马是不折不扣的王者之师 两大攻心西达内和C罗在夺冠的道路上贡献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本赛季欧冠的分组刚刚结束 未免冠军黄马却并不被看好 何谐离去 球队动荡 黄马本没有理由成为欧冠夺冠热门 但是欧洲赛场夺冠有三种成分 运气实力抵运 黄马的欧冠基因和抵运 是他们可以傲视群雄的重要原因 一旦回归后的马里亚诺与贝尔本责马擦出火花 那么称霸欧洲的黄马将再一次统治足坛 选择了象征荣誉的七号球衣 就意味着要担起进球的重任 马里亚诺有这样的能力能帮助黄马完成过渡 与球队渡过磨合期后 马里亚诺一旦适应 那新赛季的黄马仍然强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